大家好 我是德哥 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 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先是在相声有心人上 拿下了继军的宝座 接着就当场拜师郭德纲 宣布加入了德云社 郭德纲也是没有亏待他们 无论是国外商演 还是大型演出都带着他们 但是最近的情况让人开始怀疑 郭德纲当初对他们好 是为了做给别人看 现在的待遇远不如通前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接下来德哥就带大家一起看看 已经给字进入家谱的 张克勤刘鹤安 进入德云社后的一系列事件吧 德云社的风箱在演员们的心中 等同于央视春晚一个类型的演出 因为小剧场分布天南海北 加上商演的机会众多 演员们都有各自的工作要忙 也只有在风箱的时候 才会全员参加 师兄弟们也在此机会大团圆 而对于粉丝来说 除了对郑柔的期待 每个演员的走位顺序 也是一大看点 因为这德云华服大罐走秀的位置 说明了其在德云社的地位 越靠后出场的 比越靠前出场的重要 而双人出场也比四人出场要受关注 张赫晴 刘赫安就是因为出场顺序变化 引起了大家的争议 两人18年进入德云社 第一次参加风箱是19年 当时排在倒数第16位双人出场 比桃阳 秦潇贤 靖赫兰 朱赫松还靠前 仅排在侯镇 刘赫之后 20年依旧是走双人倒数时期出场 前两天刚结束的21年风箱 他俩不但从双人变成了四人 顺序也是大大的后退了 变成正数的18 19位 前几天对观众的刘九如都在他后面 甚至萧子科的樊肖堂和梅字的于子琪 都比他靠后 不免让一些网友猜测 古德纲放弃捧他 直捧那些一开始就跟着他的徒弟 因为他俩是半路来的代理投尸 贺勤和贺安都是来自取义之乡天宾 毕业于取义学校正经的科班出身 很早时就组成固定搭档 在相声这一行摸爬滚打了很多年 基本功扎实 合作 默契 虽然没有失常 但是参加过很多比赛 并多次在各种级别的相声大赛中获奖 一位拿过最佳斗跟奖 一位拿过最佳捧跟奖 2012年 在央视相声大赛获得非职业组冠军 2013年 登上蛇年春晚 搭档著名相声演员赵岩等人说了群口东西南北大百年 郭德纲唯一的一次春晚也是在13年 2016年 又登上家乡卫视的天津春晚 2017年获得笑声传奇第二名 2018年成功拿下相声有心人第三名 也就是这一次和郭德纲结下了缘分 从央视到各大卫视舞台 几乎拿遍了他们所在年龄段 能拿的所有奖项 却始终处于一个不温不活的状态 而且还是海青 没有吃肠 也没人捧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每次获得荣誉之后 很快陷入一个沉寂 这就像一个魔咒 在相声有心人八进四的比赛中 两人也坦言很害怕被疼 因为讲话时手一直扣在一起来回拖 加上刚表演结束 满头是汗 声音略带颤抖 他们说这番话也不是没原因的 据说天津的小园子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你想要请下参赛 那么回来的时候就要双倍时间停演 但是他们想要去参加比赛打磨下自己 结果走之前小园子就放话出来 不管你们拿不拿名次 天津小园子就不会再接纳你们了 作为导师的郭德纲 听到他们的话当众做出承认 进德云社原因很简单 一 郭德纲吸财 德云社版图扩大 须精兵良将 他们若是能来也是双赢的 二是年轻时的自己也是备受排挤 心生怜悯 他们坚持创作 空有一身的能耐 却没有平台可施展 英雄没有了用处之地 郭德纲说到做到 节目结束后就实现了诺言 2018年9月28日 张潘刘全鸟成功败师了 13年的漂泊 终于找到归宿 进入德云社后 商演机会源源不断 随孟赫棠 周九良 谢金 李赫东一起 组队全国巡演 还跟着岳云棠 孙岳一起前往北美进行商业演出 风箱上连续两年有节目安排 2019年 刚跟着师傅去了亮子号大船回来 就宣布被刺名的好消息 张潘变张克勤 刘全鸟变刘克安 虽说是空降 让九字和萧字平白多了两个诗歌 确实是最合适的安排 虽说入社完 但他们是代艺百诗 资历上就有很大的区别 能耐放在那摆着了 萧字在那时还没有一个摆之的 相当于都是学员级别的 而九字是属于刚刚要崛起的阶段 把他们放在哪颗 面子上都有点过不去 云字肯定是不可能的 这都是跟着师傅经历过苦难的 或者是身份不一般的 按照烧饼八马罐中的话来说呀 云字算得上是德云社的原始谷 可见珍惜程度 他们肯定是谷博士 各自谷底 无论是入学时间还是年龄都不相上下 他俩心里舒服 也给社里海天抢手 增加他们的加强业务的积极性 德云社对他们给予了很大的厚爱与重视 这应该也算是郭德纲的精英之处 变相的跟外界部分演员宣布 你们放心来 只要能力强表现好 到了德云社一定会有机会的 本来一切发展的都十分顺利 但是在相声圈摸爬滚打多年的他们 竟然在演出时因为用词不当 犯下大错 相声有心人苏州战时 两人在表演中 说起人一妖模仿秀时 使用了气喘吁吁 衣冠不整 等低俗露骨的词汇 如果放在别的地方 可能没多大事 但是德云社就是不一样了 被现场的文化执法人员当场叫停 之后让别的演员上台 鼎替他把节目表演完 我们现场监管的文化执法人员 发现相声演员语言聪 涉嫌一些低俗 他那个低俗就是不适合未成年人 对 一关不整啊 气场唏嘘啊 那种 我们发现这个苗条游啊 即使跟那种演出经纪人啊 导演进行的交涉 即使提醒演员 防止这个不恰当的那个语言啊 进一步蔓延 演出没有中断 就是一名相声演员下去以后啊 另一名相声继续把那个取代 没有影响到节目的连关性 虽然演出没有受到影响 这件事对德云社的负面影响 也是比较大的 包括人民日报 新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 都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评 对于他们俩本人 德云社也并没有做出处罚 而郭德纲对他们 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 而冷落 只是在风头上不适合 过多曝光 毕竟盯着德云社的人太多了 至于风向走位出现变化 只能说德云社人才积极 竞争激烈 张攀留全秒 虽然底子好 创作不错 但是没有一技之长 是缺憾 相信以后一定会慢慢成长起来 单说进了德云社之后 两人的状态 也是比之前好太多了 有个稳定说象征的地方 也有师傅顾着 挣的钱也比之前多 对于他们本人来说 是非常满足的 张赫晴更是在一次风向唱歌 最后一句实说 我在德云社真的挺好 大家对这两位的加盟现状怎么看呢 我是德哥 欢迎大家留言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